任何歪曲联大2758号决议的人 他们不敢提开洛宣言和波茨坦公告 不敢正视台湾问题的真正现状 和一个中国的核心内容 那就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曲解2758号决议 攻击一个中国原则 不是无知呢 就是别有用心 美方有关的报告 压根就没有提 民进党上台之后 不能参与有关国际组织 及其活动的真正的原因 也不敢正视民进党当局 竭力谋独挑衅 破坏台海和平稳定这一现实 这反映出美国一些人 嘴上喊着不支持台独 实际上却不断地干着 默许甚至纵容台独的勾当 民进党当局勾结外部势力 为自己谋独寻找所谓的法律依据 但是呢除了回避历史现实 偷换概念欺骗舆论之外 找不到其他的办法 台独分子及其御用文人 不断地重复所谓的台湾是台湾 中国是中国 2758号决议没有解决台湾的代表权问题 实际上就是想用这种 似是而非的概念 来回避台湾是一个中国 这一历史和法理事实 我们正告民进党当局 靠这种低级的手段 来歪曲国际法和攻击 一个中国原则 没有出路 只会自取契入